封地观 观 观而不见 有福 容若 初六 同观 小人无救 君子宁 六二 窥观 立女争 六三 观我生 进退 六四 观国之光 密用兵于王 九五 观我生 君子无救 上九 观其生 君子无救 团约 大观在上 顺而顺 中正已观天下 观 观而不见 有福 容若 下观而化也 观天之神道 而四时不特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服矣 项曰 风行地上 观 先王以醒方 观明设教 观挂象征 瞻仰 瞻仰既是开头盛大的清酒灌地的降神仪式 就可以不去看后面的献韬之女了 因为这时心中已经充满了沉浸树木的情绪 相词说 观挂的挂象是昆下顺上 为风吹拂地上而遍及万物之表象 象征瞻仰 先代君王 仿效风吹拂与地 而遍及万物的精神 视察四方 留心明风明熟 用教育来感化民众 初六 同观 小人无救 君子 宁 初六 像幼稚 像幼稚的儿童一样 观察警务 这对无知的庶民来说 不会有害处 但对担任教化重任的君子来说 就未免有所憾惜 相词说 观挂的第一位 初六 像幼稚的儿童一样 观察警务 这是浅薄的小人之道 六二 窥关 逆女争 象曰 窥关女争 亦可愁也 六二 由门凤中偷关警务 有利于妇女保持节操 坚持正道 相词说 由门凤中偷关警务 对于妇女来说有利于坚持正道 固守真操 但对男子汉来说 这样的行为就丢仇了 六三 观我生 进退 像曰 观我生 进退 为师道也 六三 对照高尚的道德标准来省察自己的言行 省时夺势 小心谨慎地决定进退 相词说 对照高尚的道德标准 审查自己的言行 省时夺势 小心谨慎地决定进退 这样做是不失原则的 六四 观国之光 密用兵与王 相曰 观国之光 上兵也 六四 瞻仰一个国家的文治武功 有利于成为君王的兵客和辅佐 相词说 瞻仇一个国家的文治武功 说明此国 崇尚贤士 九五 观我生 君子无救 相曰 观我生 观民也 九五 对照高尚的道德标准 省察自己的言行 不断地完善自己 君子就不会有祸患 相词说 对照高尚的道德标准 省察自己的言行 弄清自己的德行 便可知万民的德行 上九 观其生 君子无救 相曰 观其生 智慧平也 上九 君子时刻瞻仰君主的德行和作为 并按照君主的德行和作为行事 这样才不会有祸患 相词说 君子时刻瞻仰君主的德行和作为 因为君子始终以天下为己任 天下为安 其治难平